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考点 电机安装与调试技术 这个值点的话三星 如果我们可以加的话 可以加到五星 你看一下它的考评 12345678次 而且几乎都是案例题 所以这个地方是案例的重灾区 基本上就是考案例 而且有的年份是 还考过不止一次 你看没考过多次 有选择有案例 并且这几年连续都考 就是它哪一年不考 才是比较少见的 常见的就是要考17年192021 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电机 它的重要性 另外呢很多同学会有一个概念错误 他老认为电机就是电动机 是我们平时口语的一个表达 我们把电动机叫成电机 它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电机 它是一个大的范围 它包含了变压器和电动机 所以这个你首先要搞清楚 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 就是它的标题 其次我们有一个小特点 就是以前非常爱考变压器 这两年开始考电动机了 这个你要注意 以前我们说变压器是绝对的重点 这两年也开始考这个电动机了 总之就是这一片来出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变压器的安装技术 也就是它的施工程序 我们往下捋一下 我们叫掐头去尾对吧 头开箱检查 那变压器二次搬运 变压器掉仙 气身检查 这些都可以算成前期的这个检查 变压器就位 这是不是我们跟设备是一样的 掉桩就位 然后就要安装调整了 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前面的 前期的一些准备 然后它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变压器的交接实验 像前面的这些都很少考的 但是交接实验考过很多次 不管是一件还是二件 多次重复考核 一件的话大概考过四五次 这个样子 至少是四次 交接实验 然后送件前的检查 送件事运行 这些也是偶尔会考的 所以变压器的交接实验 你是一定要掌握的 但是这个内容非常的多 其次电动机 我们说这两年开始考了 你比如说我们19年考的是电动机的试运行 还挺难的 非常不好打 因为19年本身题目就很难 1819的题都很难 然后去年21年考的是电动机的接线 那道题也很有意思 是一个实操题 画图的 好多同学看不懂图 好 所以这个你就要注意 我们变压器和电动机 现在两个都比较重要了 比较重要 好在他们还是有些侧重点的 就是针对变压器比较重要的是交接实验 然后电动机比较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接线和视运行 像前期的这种检查 一般来说都不算是重点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大写一 变压器的安装技术 我们首先就要认识一下变压器 它的原理是什么 又涉及到我们的物理了 我们经常会在第一章讲很多物理知识 变压器 你看就是通过绕组的杂数 输入端和输出端 它的绕组的杂数来改变电压的 我们物理的时候学过 电压的大小跟什么成正比 U1除以U2就等于N1除以N2 就电压跟它的绕组杂数成正比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 加压升压或者是降压的目的 这是单向的变压器 我们一般常用的是三向的 知道它的原理就可以了 这是一次绕组 这是二次绕组 输入端输出端 这个明显的就是降压了 它绕组杂数变少了 好 因此它就需要中间有铁芯 连成一体的铁芯 也需要同的绕组来缠绕它 好 然后这是原理图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我们实际中使用的 这就是三向的 ABC三向 你看A向的 这是一次绕组 就是初级绕组 绕出去之后 这是次级 这就是输出端了 这是B级的 它绕在同一个铁芯上面 进入然后出来 这个是C级的 好 这是示意图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形图 这就是实物图 这是我们外形图 然后里边有绝缘油 这是我们的油枕 可以起这个降温 绝缘的一个作用 好 这是实物图 你看 缠绕上去 绕组绕了之后出来 这是我们的接口 好 这是原理图 你需要认识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有很多 跟它的结构描述有关的 比如说什么叫铁芯及夹剑 什么叫绕绕绕练统套管 你得认识 好 这是我们的实物图 油镜式电力变压器 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有干式的 这个是湿式的 这个是我在中国南网 在他们单位给他们上课的时候 在他们的培训基地拍的 就是大型的变压器 非常的大 像一个小房子这么大 然后这个呢 是我在发电厂 去拍照的时候 在他们的这个 这里边就是一个火力发电厂 我们后面会学到的发电设备 就是在这里边拍的 火力发电厂 然后出来 马上就跟上我们的变压器 就升压了 就可以升压 经过高压的这个传输了 好 然后这个是结构图 结构图刚才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它的外壳 这油箱 里边呢充满了绝缘油 可以起绝缘 降温 灭壶 保护这样的作用 然后这是油枕 可以储存我们的油 中间就是这个铁芯 你看原理我们是不是讲的 得有铁芯 然后呢得有铜的绕组去缠绕它 绕了之后它得出来 对吧 有输入端输出端 这是低压的 这是高压的 然后呢你还要防止它导电 所以要有这个绝缘陶瓷 陶瓷是不导电的 绝缘瓷皮 你要注意防护 不要损坏 所以前面讲了 它的绝缘瓷皮要无裂纹 无损伤 就结合上了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是冷却器 像风扇一样的 可以降温 好 你就对这个变压器有个认识 然后接下来就讲 这个变压器 怎么去开箱检查 怎么二次搬运 怎么去进行接线 然后交接实验 送电运行验收 就按照这个来展开 所以你首先得认识一下 它长什么样 好 然后大写一 变压器的安装技术 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按照时间展开了 就是一个程序 只是没有用这个箭头来表示 我们学第一个专业的时候 机械设备 一个一个箭头来表示 掐头去尾 同样的掐头去尾 还想检查二次搬运 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 就位 然后送电 试运行 中间交接实验 所以我们反复在讲 每一个专业 一定抓住它的核心工序 核心工序 就是非常爱考案例的地方 机械设备的核心工序 是它的零部件 零部件怎么安装 然后我们变压器 核心的是它的交接实验 管道核心的是它的系统实验 就是施压 好 这是我们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 展开 第一个开箱检查 万能答案 类比收快递 刚刚已经看过一次了 配电贵的万能答案 我们再来看变压器 开箱检查 品种规格 型号数量 质量 外观无损坏 无锈时 就是这些通常的 我们来看看 它有没有自己所特有的 第一个 按设备清单 施工图纸 及设备技术文件 核对变压器的规格 型号 应与设计相符 附件与备件 齐全 无损坏 第二 变压器 无机械损伤 即变形 常规的 游戏完好 无锈时 第三 油箱密封应良好 防止这个漏油 带油运输的变压器 换句话说 有带油运输 还有不带油的 有 带油运输的变压器 油枕油味 应正常 油液应无渗漏 都是很通俗的描述 然后第四 绝缘 磁件 因为我们讲它外面有陶磁 绝缘磁件 即注件 无损伤 缺陷 因为它很容易损坏 所以强调了 无缺陷 无裂纹 第五 这个就是一二年考过 有点早了 其实一二年很少考技术的题目 都比较早 其中就考过第五点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我们电器所特有的 开箱检查的一个内容 它说 冲氮气或冲干燥空气运输的变压器 应有压力监视和补充装置 一压力监视 二补充装置 三 在运输中保持正压 四 气体压力应该为0.01到0.03兆帕 我们人为的给它拆分成几个采分点 压力监视 补充装置 正压 压力 0.01到0.03兆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讲了 有这种带油运输的变压器 都是比较小型的 大型的变压器 我刚刚讲到的 像房子那么大 一个房子那么大 那么大那么高的一个变压器 如果你带油运输 它就太重了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集装箱 这么大的一个变压器 如果你带油运输 它就很重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把油给它放掉 把变压器的油给它放掉 然后到了目的地之后 再给它重新给它灌回去 所以这种呢 一般是要冲氮气 冲干燥气体的 防止它受潮 主要是防止它受潮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要冲气的 冲气你就要进行压力的监视 如果气不够了之后 你要进行补充 而且要保持正压 正压多大呢 0.01到0.03兆吧 就略微的大于大气压强 就可以了 这样是避免它受潮 为什么 如果它一旦负压 负压的话 压力可是从高的往低的走 它一旦负压了之后 它就容易受潮 因此略略的比我们大气压强高一点 就可以了 就避免它受潮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就很有很有特点的 还是那句话 即便是在万能答案 通用答案里边 你也得找每一个专业 自己最有特点的 那最有特点的 它就容易考 所以这个一二年考管理 好 库奥大尔 变压器的二次搬运 这个我们没有考过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一些核心的考点 也是常识 了解一下 二次搬运 主要就是注意 不要损坏 我们的变压器 第一 变压器二次搬运 可以用滚杠来进行滚动 就是下面的滚杠来运输它 以及卷洋机 托运的方式 卷洋机 我们在其中技术里边学过了 可以运这个轻小型的 一些设备 托运的运输方式 第二 变压器吊装的时候 锁具必须检查合格 钢丝绳必须挂在 油箱的吊钩上 油箱的吊钩上 在这个位置吊钩 变压器顶盖上部的吊环 仅作为吊芯检查用 这是吊环 严禁用此吊环来吊装 整台变压器 所以你要搞清楚 吊钩是吊整个变压器的 而吊环是我们吊仙检查 把仙取出来的时候用的 不要吊错了 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 我们变压器设备的损坏 因为它受力点是不一样的 好 这个也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正在进行 这个变压器的吊装 第三 变压器搬运时 应将高低压 绝缘瓷瓶罩住 并进行保护 使其不受损伤 我们说 因为它淘瓷的嘛 一损坏你就要给它包起来 避免损坏 第四 变压器搬运过程中 不应有严重冲击或振动情况 利用机械牵引时 牵引的着力点 应在变压器的重心以下 运输倾斜角不得超过15度 以防止倾斜时内部结构变形 就是你在牵引的时候 着力点重心朝下 不要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它容易轻负 容易失稳 这是关于我们在搬运过程中的一些要求 都比较好理解 没有特殊的一些知识点 库号大三 被压器掉心 气神检查 这个也没有考过 内容也比较多 也不太好背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要明确 这个被压器 不是一定都要做掉心检查的 是看情况的 它出现一些质量问题 你才需要的 否则正常的整体到货 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所以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 是否需要吊销检查 是看情况的 应该根据变压器的大小 制造厂的规定 或者存放的时间 还有运输过程中 有没有异常情况 来确定 不是说一定要做的 所以一旦这种不是说一定要做的 可有可无的 往往它就不算是绝对的重点 你类似于我们交接实验一定要做 管道的压力实验一定要做 它就是重点 所以这个了解 检查的内容由 一铁线检查 二绕组检查 这不就是为什么前面给大家讲它的结构了 第三 绝缘微平检查 四 引出线绝缘检查 五 无粒磁调压切换装置的检查 六 油载调压切换装置的检查 七 绝缘屏障检查 八 油循环管路 与下颚绝缘接口部位的检查 好 了解 接下来 括号大六 变压器的交接实验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重点了 呃 这个内容的话 也是有些变化 以前就七点 现在二键还是七点 好背一点 比较简洁 后来我们改成了九点啊 九点 首先你要把大标题背下来 那有同学说他 他具体的这个实验内容 我要不要记呢 我们以前不考具体的 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有所考核了 所以你也得了解 但是记住大标题是前提条件啊 好 这九个我们先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汇总 叫三试验 三测量 三检查 这样你好背一点 三三三 好背一点啊 三试验 三测量 三检查 你看 试验 测量 检查 稍微的给他区分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 这九 九点内容 我们 先从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 简单的来开始讲起啊 另外呢 就是这部分 有好多的概念啊 有好多的概念 你比如说 他说第二点测量绕组联通套管的直流电阻 重点肯定是直流电阻 对吧 你首先得知道直流电阻什么含义 但是他前面有一个绕组联通套管 然后第五点测量铁芯及夹件的绝缘电阻 哎 你得知道什么叫绝缘电阻 然后铁芯及夹件 你也得知道 好 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绕组联通套管 它是一个词组 它是一个名词 铁芯及夹件 它也是一个名词 但是我们究竟要不要了解呢 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知道了原理之后好背一点 好背一点 但是它不是重点 就是这个名词本身不是重点啊 我们也跟同学讨论过 究竟要不要给大家解释 有同学说要 有同学说不要 我就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 我觉得还是需要知道 它的概念 好理解一点啊 关键是它后面的这个直流电阻 直流电阻 这些 交流耐压实验 这个你得知道 但是它前面词就很长 我们二件是没有的 一件还给你讲了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从简单的开始 我们讲完一个就划一个勾啊 先看第一个 绝缘油实验 或六幅化硫气体实验 它这里边写的是和 你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里边啊 交接实验里边 有一半都是跟绝缘有关的实验 有一半都是跟绝缘有关的实验 为什么 保证安全的 绝缘是保证我们安全的 其中第一个 绝缘油实验 或六幅化硫气体实验 就是跟绝缘有关的 取决于你的变压气是哪一种 是湿式的还是干湿的 湿式的就是绝缘油实验 我们看里边充满了绝缘油 干湿的 我们就用六幅化硫气体来绝缘 就可以了 取决于你是什么戒指 来做相应的这个实验 也就是针对绝缘戒指的实验 怎么做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 也书上没有展开 你不用特别去背 你比如说绝缘油的实验 我们可以怎么来做呢 这个绝缘油 我可以 直接用这个界电强度实验 做准备 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用我们的 仪器仪表来测 测它中间的杂质含量 测它中间的含水率 我就可以测得 因为它不是完全 就是绝对的捷径的 它的杂质 它的含水率 会决定它的绝缘强度 这是一种方法 还可以什么方法呢 我可以把这个绝缘油 给它通电 一直通电 到它击穿为止 看它受不了多大的电压 它就击穿了 因为你不是绝缘的吗 那我看你能承受多大的电压 我们说绝缘的材料 所有的绝缘材料 都不是绝对绝缘的 它都是相对绝缘的 比如说我们以空气为例 我们说空气它不导电 但是空气也会击穿 你看我们闪电 打雷的时候 当电压过高的时候 空气不也会击穿吗 我们也会被雷击啊 所以所有的绝缘材料 它不是绝对的 那你叫绝缘油 我给你通电压 看你什么时候击穿 你能承受多高的这个电压 也可以检查你的含水率 检查你的杂质 我们不需要扩展这么多 你就知道 这是针对绝缘油的实验 六幅化硫 气体我们可以测什么 测它的含水率 它的含气的含气量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含水率 看它的绝效果 好这是第一个啊 我们讲掉的就打勾 接下来我们再来 挑软柿子啊 挑简单的来捏 这个绕组联动套管 我待会要解释 然后第三检查 所有分阶的电压比 这个电压比 我们正好前面解释过 电压比跟它的绕组成正比 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绕组 就是它的电压的变比 好要查它的电压比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接下来检查 变压器的三项连接组别 三项连接组别 也是比较好理解 我们先讲啊 好你看 电压器的三项连接组别 也是我们中学物理的内容 这是三角形接法 这是星形接法 具体怎么来接 我们待会在电动机接线的时候 还会再讲 所以你首先得知道 三项连接组别 它是怎么连的 星形还是三角形 好 然后第四个讲了 接下来铁线及夹件 我们还要解释 绕住联通套管 好绕住联通套管 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和辣 我们待会再解释 以及检查相位 相位我们已经提过了 对吧 相位也就是 它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电流的这个大小 它是正弦的 正弦波动的 零还是正直还是负直 你要检查它的相位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里边 不管是直流电阻也好 绝缘电阻也好 中间就有概念了 绕组联通套管 以及铁线及夹件 这里边就涉及到 我们变压器的结构了 我们刚刚大致上看了一下 有铁线有绕组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细节图 再来看细节图 你看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结构图 中间有铁线 然后它有铜的绕组 对吧 铜的话你要进去要出来 这个铜绕组进去出来的时候 它涉及到什么 套管 套管就是我们这个 绝缘的陶瓷 你看有高压的 有低压的这个套管 所以它叫绕组连同套管 它是一个瓷组 一个瓷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铁线 及夹件 铁线 我们刚刚看了 它它看着是一个整体 它是一个铁疙瘩 对吧 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铁疙瘩 它是一片一片的钢片 叠加而成的 叠到一起 所以这是铁线 我们简单看一下 铁线是变压器中的主要磁路部分 通常含硅量较高 表面图有绝缘期的热闸 或冷闸硅钢片叠装而成 含硅的 铁线和绕在旗上的线圈 组成完整的电磁感应系统 这就是我们变压器的原理 电磁感应 好 这是铁线 然后什么叫夹件呢 夹件 你看这是铁线 我们绕绕绕到它上面了 然后这个夹件 就是用来固定我们这个铁线的 因为它一片一片的 夹件是用来夹紧我们铁线 硅钢片的 所以这叫铁线 机甲件 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这个时候就是铜绕了 绕了之后有进有出 就起到一个变压的效果了 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套管 就是陶瓷 你看这细节图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绝缘的 它是不导电的 这是我们高压的 这是我们低压的绝缘套管 跟我们的铜是相连的 看见了没 跟我们的铜是相连的 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了 好 你看这是实物 实物图 这是高压的 这个套管就很大 直径就能看出来 现在正在安装 我们的套管 好 然后 它这里边不是叫 绕组连同套管 的直流电阻 绝缘电阻吗 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概念 再给大家进一步解释 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 什么叫绕组连同套管 绕组跟套管是相连的 的直流电阻 然后这是第二点 以及绕绕组连同套管的绝缘电阻吸收笔 第二点和第六点是一对的 要测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 也要测它的绝缘电阻 那你就要知道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 它们各自是什么含义 我为什么要测它 好 直流电阻 我们以这个电线电缆为例 待会我们再放到图里边 就好理解了 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学材料的时候 学电缆的时候 是不是我给大家也展过呀 这个内容 中间是不是导体 外面是不是塑料的绝缘 中间这个导体的电阻 就叫做直流电阻 它应该怎么样 越小越好 越小说明它越不爱发热 效果越好 外面你既然是绝缘的材料 我是不想让你导电的 所以外面的这个绝缘材料 它的电阻越大越好 越大说明它越安全 它越不导电 所以绕组联通套管的直流电阻 和绝缘电阻 它们分别要测什么呢 我们看图 这就是绕组联通套管 绕组联通套管 我要测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 它要越小越好 说明它导电性越好 不发热 而外面的这个绝缘套管 它是起绝缘作用的 保护我们的 你看师傅 它在安装的时候 它是外露的 你看它是外露的 对吧 所以它要起绝缘的效果 因此它的电阻越大越好 所以你要理解直流电阻 和绝缘电阻的关系 它经常成对出现 成对出现 然后我们再来看文字 就好理解了 直流电阻指的是导体的电阻 导体电阻 它的直流电阻越小 说明它导电能力越好 它不爱发热 而绝缘电阻指的是绝缘材料的电阻 绝缘材料的绝缘电阻越大 说明它的绝缘性能越好 这个时候你再来背绕组联同套管的直流电阻 哦 针对这个铜做的 绕组联同套管的绝缘电阻 针对这个套管做的 它一下就背下来了 因为它俩是一对的啊 好 就是 我们继续啊 就回到刚才这个 这个也讲完了 好 然后绕绕组测量铁仙及夹剑的绝缘电阻 跟这个含义是一样的 也是保证我们的安全的啊 好 然后绕组联同套管的交流耐压实验 交流耐压实验也是测绝缘的 你看 它也被归为我们这个测绝缘有关的 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交流耐压实验 它既然叫耐压实验 也就是 施加的电压 是超过了它的工作电压的 超过了它能耐受的这个工作电压的 通的是交流电 然后看它的一些缺陷 一些隐患 看它的绝缘效果的好坏啊 这是我们的交流耐压 同样的给大家做这个补充 你看 交流耐压实验是鉴定电力设备 绝缘强度的方法 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 通过实验掌握设备的绝缘状况 及时发现绝缘内部隐藏的缺陷 缺点就是会给绝缘造成一定的损伤 因为它施加的电压是超过了工作电压的 是有一定的损伤 但是可以更好的发现它绝缘的缺陷 这是交流耐压 再下来我们快胜利了啊 我们讲完了只剩两个了 只剩两个了 第八额定电压下的冲击核杂实验 以及检查相位 相位我们也讲了 只剩这个冲击核杂实验 这个冲击核杂实验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交接实验 我把变压器安装好了之后 你要后面继续去使用 然后我们要受电 要工作 中间一定要有这个交接实验 你才能往下进行这个送电前的运行验收 所以主要就是保证你的售备是好的 保证你的变压器是好的 其中这个冲击核杂实验 就是我们要进行开闸核杂 开闸核杂 至少三次 至少要进行三次 三到五次 然后这个冲击核杂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这样去使用变压器的 因为它容易损害 容易损坏它 因为它在这个开核杂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两倍的这个过电压 两倍的过电压会损坏它 但是我现在做这个交接实验 就是要做这个颜柯的实验 看它在这个两倍的过电压的情况下 会不会损坏 如果它通过了我们颜柯的考验 说明它是合格的 如果它在过程中损坏了 就说明它是没有通过 我们冲击核杂实验的 这个是冲击核杂的这个目的 主要是检查在两倍的过电压的情况下 它会不会损坏 好 你看我们就依次给大家讲了 每一个实验的目的和它的流程 你看这是我们三项电流 前面讲的这个正弦 正弦它的这个项位 ABC三项一定要核对 就是输入端输出端 你要核对ABC三项 要检查它的项位 好 然后这是我们变压器的这个 交接实验 九点我们讲掉了 那有同学说 我后面具体的这个要不要关注它 以前我们是考标题的 但是在 应该是20年考了这个 就问你冲击核杂究竟是三次还是五次 我们说三到五次 这里边要求是五次 五次 然后时间五分钟 换句话说 从20年开始 它已经考具体的内容了 所以你也得留意 但是不好背 因为内容太多了 我们尽量就抽取一些 有特点的来背 但是小标题背下来 这是前提条件 好我们看第一个 捐油实验或六幅化硫的气体实验 我们刚刚讲了 或就是针对你是什么介质 你就做什么实验就可以了 六幅化硫的气体实验 主要是测寒水量的 寒水量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 背压器因无明显的泄露点 然后第二个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直流电阻的要求 这个内容也是比较多 我们不做太高的要求 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第一 背压器的直流电阻与同温下产品出厂 实测数值比较相应变化 不应大于2% 然后不同电压的等级 1600千伏安 注意它这个单位 不是还不是瓦 就是不是功率的这个单位 叫千伏安 1600千伏安 几下的三项变压器 各项绕组之间的差别 不应大于4% 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线间 各绕组之间的差别 不应大于2% 好这是电压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那大的呢 你想一下要求是不是更高啊 要求更高 所以1600千伏安以上的变压器 各项绕组之间的差别 不应大于2% 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 线间差别不应大于1% 刚好是两倍关系 4% 2% 然后2% 1% 就是电压大小 不一样电压大的 要求更高一点 这是它的偏差的要求差别 第三 检查所有分阶的电压比 括一 电压等级在35千伏以下的 电压比小于3的 电压器 电压比的允许偏差 应该为正负1% 第二 其他所有变压器 额定分阶下的电压比 允许偏差不应超过 正负0.5% 电压等级小一点的 35千伏以下的是1% 其他的电压更高的 110千伏的 就是0.5% 跟我们直流电阻要求是一样的 电压高的 要求高 要求高就是数据小 因为它都是偏差的这个数据 第三 其他分阶的电压比 应在变压器阻抗电压值的 1%以内 且允许偏差应该为正负1% 第四 检查变压器的三项连接组别 采用的方法是直流感应法 或交流电压法 这个就可以记一记 因为比较简单 比较好记 直流感应法和交流电压法 它可以问你 请问我们检查三项连接组别 采用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第五 测量铁芯及夹件的绝缘电阻 采用2500伏的招欧表 来进行测量 持续时间应该为1分钟 因无闪落及击穿现象 这是不是我讲到了 就给它施加 这个大的电压 看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击穿 这个是我们绝缘电阻 比较常用的一种 测量的一个方法 用这个招欧表来进行测量 时间也不宜过长 一分钟 第六 测量绕组连同套管的绝缘电阻 吸收笔 也是用2500伏的摇表 来测量各项高压绕组 对外壳的绝缘电阻值 然后低压的用的是500伏的摇表 来测量低压的 这个也是我们 可以理解为一个通用答案 一般来说 高压的用的是2500伏的摇表 一般来说 低压的用的是500伏 那有同说 招表 摇表 一样的 只是一个口语表达 招表 摇表 都可以 第七 绕组连同套管的交流 耐压实验 我们说耐压实验 就是会施加 更高的这个工作电压 有一定的 这个破坏性 电力变压器 新装柱油以后 大容量的变压器 必须经过静置 12个小时 才能进行耐压实验 对10千伏以下的 小容量的变压器 一般静置5小时以上 才能进行耐压实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 你如果不带油运输 你要到现场 然后经过过滤 过滤之后 过滤杂质 再把这个变压器 油给它注入进去 注入之后 它会产生一些气泡 这个气泡本身 也会影响我们的 绝缘效果 所以要静置 等它这个气泡消掉 大容量的油多嘛 等的时间就长嘛 12个小时 小容量的油少 等的时间短一点 5小时 这个也很好理解 然后第八 冲击核杂实验 这就是20年考的 这个案例题 考在里边的 考在里边的 在额定电压下 对变压器的冲击核杂实验 应进行5次 每次间隔时间为5分钟 两个5 然后20年考的时候 应该就是问你三次 对不对 你就说不对 我们有其他地方是三次 但是变压器的 交接实验的冲击核杂 是5次 所以我说3到5次 有三次有5次 这个地方应该是5次 所以三次不对 其次他说三分钟不对 应该是5分钟 要间隔5分钟 你不能时间 你要还是要给它 一些冷却的时间 我说开闸 你不能马上就核杂 开闸核杂 要等每一次 要有间隔的这个时间 因无异常现象 其中750千伏变压器 在额定电压下 第一次冲击核杂后 的带电运行时间 不应少于30分钟 冲击核杂之后 还要运行 运行时间 至少30分钟 其后每次核杂后 带电运行时间 可以逐次缩短 但不应少于5分钟 开核杂之后 要运行一段时间 再来进行下一次 所以考的是这个 5次和5分钟 这个数据啊 还是比较细的 但是好在是一个改错题嘛 改错题 反正不是改大 就是改小了 好 第九检查相位 相位应该与电网一致 就我们AB3相的 这个相位要一致 好 这是变压器的 交接实验 内容还是很多的 接下来 跨大巴 送电试运行 也考过 应该是14年 也考过一次 所以除了交接实验 的内容 这些建议大家 也还是要掌握啊 第一 变压器第一次投入时 可全压冲击核杂 冲击核杂 已由高压侧投入 第二 变压器应进行 五次空载全压 冲击核杂 应无异常情况 第一次受电后 持续时间 不应少于10分钟 这个要提醒大家哦 这是送电试运行 刚才是交接实验 冲击核杂 是不能够替代的啊 交接实验 也要做冲击核杂 送电试运行 也要做这个冲击核杂 都是五次 第三 油镜变压器带电后 检查油系统 所有焊缝和连接面 不应有渗油现象 不管是前面开箱检查 还是后面的送电试运行 都强调了不慎油 好 你看我们现在就进行 这个冲击核杂的检查 现在拉开三项高压的跌落保险 然后再进行合上这个断路器 所以我们要等待 要做五次 然后中间间隔五分钟 之后呢 要等它运行 第一次的时候运行这个30分钟 然后再做下一次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会产生两倍的过电压 看我们变压器有没有损坏 如果它通过了这个考验 那就是合格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开核杂 冲击核杂这个情况 好 然后第四 变压器并连运行前 要核对向位 你看向位这个问题 我们反复强调 要核对 第五 变压器试运行 要注意 检查什么呢 这就是14年考的这个案例题 也是一个补充题 乘对计 也是乘对计 一 冲击电流 有冲击电流 就有二 空载电流 第三 有一次电压 就有二次电压 输入端的电压 输出端的电压 第五 要检查温度 第六 要做好记录 你看我们也是给它拆分成 采分点 冲击电流 空载电流 一对 一次电压 二次电压 温度和记录 所以当时的案例题就是问 我们有冲击电流 有一次电压 问你还需要补充哪些 有冲击就有空载 有一次就有二次 第六 变压器空载运行时间 24小时 无异常情况 方可投入复合运行 变压器的空载运行时间 和我们配电装置 就是配电柜一样的 都是一天一夜 24小时 还是很好记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大写二 电动机的安装技术 这两年 19年 21年也考到电动机的这个内容了 它相比变压器内容要少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空号大一 电动机安装前的检查 我们说只要任何一个设备 或者电气管道 开篇都是开箱检查 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家 烦了为止 开箱检查 品种规格 型号数量 质量 外观 这一系列的 然后第二 抽签检查 抽签检查 我们总结 不是说一定要做的 跟变压器一样的 变压器的掉签检查 也不是说一定要做的 是看情况 所以什么情况要做呢 比如说超期 超过它的出厂的期限了 还有就是可疑 你觉得它有可能受潮了 你可以进行 相应的抽签检查 好 了解一下 第一 电动机出厂期限 超过了制造厂的保证期限 若制造厂无保证期限 出厂日期已经超过了一年 第二 经外观检查 或电气实验 你觉得质量可疑的时候 可以进行抽签检查 抽签检查 就是要对它进行拆开 这里边也是有定子 有转子 其实电动机和发电机 它两个刚好是反过来的 好 你就拆开 看里边有没有进行受潮 如果受潮 我们再来进一步的采取措施 第三 电动机干燥 就如果受潮了 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干燥 干燥的方法分为外部加热法 和电流加热法 其实电流加热干燥法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外部和内部 你可以 简单的理解成 一个是外部 一个是内部的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教材里边没有展开 外部加热干燥法 是采用大功率的外部热源 比如红外线灯泡 发热管 加热板等这些设备 对电机内部进行烘烤 像我们冬天 烤脚用的那个小太阳 的原理是一样的 通过发热的方式 外部给它烘干 这是外部加热 而电流加热是内部 让它自行发热 将电机通入低压直流 或交流电流 利用电机本身的铜损 来进行加热 就是直接通电 让它自己内部 铜的这个绕组 来进行发热 所以也是理解成 就是电流加热法 就是内部的 那它们的区别 一般来说 小型的你可以用外部 小太阳给它加热 大型的你就让它自己发热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这是干燥的方法 括号三 电动机干燥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这个也是了解一下 有一些小的数据 比如说温升 不能直接升的比较高 还有就是 你究竟要升到多高来保持 好 半括一 在干燥前 应根据电机受潮情况 来制定烘干方法 及有关的技术措施 第二 烘干温度 缓慢上升 要缓慢 不移 就是上的太陡了 一般每小时的温升 要控制在5度到8摄氏度 之间 第三 干燥中要严格控制温度 在规定范围内 干燥最高允许温度 应该按绝缘材料的等级来确定 一般铁芯和绕组的最高温度 应该控制在70到80摄氏度 好 就是有点印象 温升每小时 5到8小时 然后呢 保持在70到80摄氏度 就不宜过高 就可以了 然后第四 干燥时不允许用水银温度计 测量温度 应该用酒精温度计 电阻温度计和 或温差热电藕 水银温度计是不允许用 可以用一温酒精的温度计 第二电阻的 第三温差热电藕 这个点考过选择考过案例 属于老题新考 以前考过选择题 就问你应该用哪些温度计 然后去年案例题就考了这个 而且比较好找到这个错误 他说我们使用的是水银温度计 监理否定了 问你为什么 你直接写不允许使用水银温度计就可以了 原因是什么呢 水银实际上它是 这个算是液态的一种金属 在我们强磁场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电动机强磁场的情况下 它是会受到干扰的 它是会受到涡流的 从而就会产生温升 那你本身就是用来测温度的 你自己都产生温升了 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不准确了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在受这个强磁场干扰的情况下 它测的温度是不准确的 第二个水银这种材料 如果它一旦破损了之后 清理起来非常的困难 这就是它的主要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它测的温度不准 第二个它破坏了之后 清理很不容易 所以就不允许使用 你看讲的是不允许 因此可以采用酒精的 也可以采用电阻温度计 和温差热电 选择和案例都考过了 去年考过这个了 第五 定时测定并记录绕组的 一 绝缘电阻 二 绕组的温度 三 干燥电源的电压 四 电流 五 环境温度 我们也是给它拆成 这个小的选择题 测定的时候 一定要断开电源 以免发生危险 测电阻 测温度 测电压 测电流 这一下就占了三个了 电流电压 和电阻 电流电压 电阻 在单独计温度 以及相应的 这个环境温度 和绕组的温度 第六 当电动机 绝缘电阻达到 规范要求 在同一温度下 经过五小时 稳定不变后 认定为干燥完毕 好 这是关于干燥的 一些要求 它可以抽中间的 某一个点来考 你看 它都考了这个水银了 也许下一次就考你 每小时温升 应该是多少 5到8摄氏度 应该升到多少 70到80摄氏度 然后呢 温度下 同一温度下 稳多久 稳五个小时 不变 就是干燥完毕了 好 然后跨大三 电动机的接线 这是去年考的 这个案例题 但是去年那个题 的图比较难 比我们给大家的 这个示意图要难 但是去年搞电的同学 说这么简单 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搞电的同学 都不会入下手 都不会 但是我们说 十操题的特点 就是水电风 总之主流的 就是水电风 但是因为机电太杂了 太旁杂了 考到电了 你对搞管道的同学 就不公平了 你考到管道了 你对电的同学 又不公平 所以他这是有周期的 运气好的情况 就是你干的是内行 正好有考到你会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电动机的这个接线方式 电动机 三项定子绕组 按电源电压 和电动机 额定电压的不同 可以分为 星形的和三角形的 这两种形式 他们怎么来接的呢 三角形的是 三项绕组 手尾相连 手尾相连 而我们星形的是 它末端相连 你看 这个就是它最大的 一个区别 三角形的 一般输出的电压 是380伏 然后星形的是220伏 像那一道题 我们待会看 真题它怎么考的 你怎么看得出来 它究竟是 像这样的 三个手尾相连 还是末端相连 好 括号大四 电动机 试密型 然后试密型的检查 试密型的检查 有7点 这个就是19年的案例 这道题挺难的 因为大部分同学 是很难背下来 这7点的 19年的这道案例题 属于也是丢分 比较厉害的一道题 它是一个补充题 中间写了几部 让你来进行补充 这个内容就很多 所以也告诉我们 总之 变压器电动机 这一块 很多地方都是烤点 好 我们来看 第一 应该用500伏的兆欧表 测量电动机 绝阳绕组的绝炎电阻 对于380伏的 异部电动机 应不低于0.5兆欧 好 我们这个绝炎电阻 很多时候都是0.5兆欧 我们之后建筑电器 还会再看到0.5兆欧 母线槽的时候比较大 高压母线槽是20兆欧 其其他的除此以外 大部分都是0.5兆欧 第二检查电动机安装是否牢固 地脚螺栓是否全部拧紧 电动机安装牢固 地脚螺栓拧紧 第三电动机的保护接地线 必须连接可靠 接地线同心的截面级不小于 也是4平方毫米 有防松弹簧电圈 第四检查电动机与传动机械的连轴器 是否安装良好 你看检查绝缘电阻 检查安装牢固 地脚螺栓拧紧 检查保护接地线 检查连轴器 我们给它拆分成关键词 第五检查电动机的电源开关 启动设备控制装置是否合适 融丝选择是否合格 热继电器调整是否适当 短路脱扣器和热脱扣器 整定是否正确 检查开关启动设备控制装置 第六通电检查电动机的转向 是否正确 不正确时在电源侧或电动机接线核侧 任意对调两根电源线即可 第七对于绕线型电动机 还应检查滑环和电刷 好所以这部分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说19年考了 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难的 像这个支点大家还是要熟悉 还是要熟悉 好然后第二试运型中的检查 刚才那个是试运型前的检查 然后接下来试运型中的还没有考过 也是一个小六点的这个支点 建议大家也是要掌握啊 第一个电机的旋转方向符合要求 无杂声关键词旋转方向 第二幻象器滑环及电刷的工作情况正常 幻象器滑环电刷 有一些跟前面试运型前要求差不多的 第三检查电动机的温度 不应有过热现象温度 第四振动 双振幅值不应大于标准规定值振动 第五滑动轴承温升和滚动轴承的温升 不应超过规定值 就是轴承的温升 不应过高 第六电动机第一次启动 一般在空载情况下进行空载运行时间为两小时 并记录电动机空载电流 好这个两小时对比我们前面讲的变压器 和乘涛配电装置是多少 24小时 像这个就可以单独拎出来烤 他们三个都可以单独拎出来烤 其中变压器和配电 乘套配电柜 配电装置都是一天一夜 24小时 电动机就不用了 它就是一个设备 它就是一台单独的设备 你不需要一天一夜 两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分别来寄他们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的题目 案例的重灾区 正好大家看一下怎么来提问的 它提问的方式有哪些 电机干燥时的温度测量 不允许使用什么 我们说了水银 因为它本身就会在强磁场情况下产生涡流 又温升 就不准了 其次 它如果损坏的话 就不好清理的 所以这个不可以 然后老T新考 21年就考了案例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是把以前的选择改成案例 好所以选C 不允许采用的是水银 酒精的电阻温度计 还有温差热电 我都是可以的 然后19年 下列关于油镜式变压器 二次搬运 就位的说法正确的有 好问二次搬运 我们看 A变压器可以用滚杠 及卷按机托运的运输方式 就是书上的原话 对吧 B顶盖气体 继电器 气流方向有0.5%的坡度 这个数据不对 我们正文里边没有提到 这个数据的话 是1%到1.5% C 就位后应将滚轮 用能拆卸的制动装置 进行固定 就位后将滚轮 用能拆卸的制动装置 进行固定 这个也没有问题 D 二次搬运时 变压器倾斜角不超过15度 没有问题 E 可使用变压器顶盖上部 掉环 掉装变压器 我们专门强调了 一个是掉环 一个是掉钩 掉环是掉仙检查用的 掉钩才是用来掉 整体的变压器的 所以这套题选 A C D 看到这种数据的 你要小心 这个关于 身高坡度是 1%到1.5% 好 然后 12年 17年 考的都是 变压器的 交接实验的内容 交接实验的内容 还有的时候 问你电器实验 但是你知道 还问的都是这个 三测量 三实验 三检查 详细的 把它背下来 就可以了 但是以前我们就 七点 就七点 现在是九点 现在二件还仍然是七点 写的没有我们系 没有意见的这个系 然后12年问 冲气运输的 变压器在途中 应采取的特定措施 有哪些 你一看冲气 冲气就要注意什么 冲淡气 或冲空气运输的 要有 要保持正压 对吧 要有压力的相应的补充装置 保持正压 然后还要监视 压力值是0.01到0.03兆帕 我们说比大气压略高一点 采分点要完整 就是压力监视 补充装置 保持正压 压力0.01到0.03兆帕 这条题放在12年 就是很难很难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没有考太多的 技术上面的提问 现在的话 一大半 大半多 都是第一张的这个提问 好 14年问的 事件三中 变压器空载 试运行应达到多少小时 哎 你看变压器 24小时嘛 直接回答 试运行中 还应记录哪些技术参数 你看还应 但是同学学到现在 我们学太多太杂 好像已经忘记掉了啊 变压器 在试运行的时候 说要要记录什么 冲击电流 空载电流 一对 一次电压 二次电压 一对 测温度 并且记录 对不对 这个 好在这个是个补充题 它给了你一次电流 你就能想起来 有个二次电流啊 这种是补充题的好处 好 我们看一下 24小时 然后空载电流 一次电压 这是我们需要补充的 然后 因为背景中写了 空载电流 一次电压 所以我们还需要补充 冲击电流 二次电压 和温度 就这个题 还是比较温柔的 可以补充 然后19年 19年就比较难 电动机试运行前 对电动机的安装 和保护接地 还需要做哪些检查 还需要 我们总共有七项 我们看一下 电动机试运行前 A公司与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对电动机绕组 绝电阻 电源开关 启动设备 控制设备 进行了检查 结果符合要求 还要检查什么 滑环 还有 安装是否固定 然后低脚螺栓 是否稳固 内容还挺多的 还有温升 这些 不太好写 反正这道题有点难 我们看一下 还有 安装是否牢固 低脚螺栓 是否拧紧 保护接力线 连接可靠 接力线截面距 不小于4平方毫米 检查电动机 与传动机 的连轴器 是否安装良好 然后转向 电动机的转向 是否正确 不正确的时候 要对掉两根电源线 然后对于绕线型的电动机 还要检查滑环 电刷 所以这是19年的 这个案例不太好写 内容太多了 然后20年 20年这道题就还好 是一个改错题 我们说一对比 你只要把 不同年份一拉开 你就能看到 20年明显低于1819 只要看到1819 都是比较难的 20年一下就降低了 然后21年 也是比较低的 我们看一下 变压器 高低压绕组的 绝电阻测量 因分别用多少幅的招呼表 这个我们说 是不是常见的 高压2500伏 低压500伏 这个也是可以直接答的 因为我们讲 几乎可以 认为一个通用常识了 监理工程师 为什么提出疑议 写出正确后 冲击核炸的要求 问的是冲击核炸 五次五分钟 那个 我们看背景 变电锁 设备安装后 变压器及高压电器 进行了交接试验 在额定电压下 对变压器进行冲击核炸 验收三次 这就不对了 五次 每次间隔时间三分钟 不对 五分钟 就这种案例题 你但凡是看了书 有一点点印象 都能做对 对吧 你只要是看了 这种改错题 它不让你自己写 不让你完整的 原封不动的 把冲击核炸的要求写出来 它就是个改错题 所以就这种 就叫二件题目 二件很多改错题 其实一件 好多年都很少 这种改错题了 这是20年的这道题目 A公司认为 交接实验合格 被建立工程师提出一议 要求重新 进行冲击核炸 好 我们看答案 就是分别 高压压的是 2500伏和500伏 不符合规范要求 是因为冲击核炸 应进行五次 每次间隔五分钟 异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21年 21年这道题 就属于我们21年 中间比较难的 21年大概难的题目 有四道题左右 四个问左右 其中这一问 就算是比较难的一道题 因为好多同学 当时不会写 我们看一下 图一中的电动机 为何种接线方式 电动机干燥处理时 为什么被建立交停 如何整改 关键就是这个接线方式 书上是没有展开的 书上只告诉你有三角形 星形 我们说三角形 手尾相连 星形末端相接 好 你看这里边 U1 U2是一加的 V1 V2是一加的 W1 W2是一加的 你觉得你如果把它这个视图画出来 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顺一下 顺一下 应该是三角形吧 它不是末端相连 如果是末端相连 那么就是 U1 V1和W1都在一起 这个叫末端相连 它这个明显是首尾相连 就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是一个三角形接法 关键就是图有点难 但是搞电的同学 一眼就看出来了 好 这是三角形 然后叫停 整改 我们看一下背景 项目部在循环水泵单体试运行前 对电动机绝缘检查时 发现绝缘电阻不满足要求 采用电流加热干燥法 对电动机进行干燥处理 用水银温度计 测量温度的时候被叫停了 你说不允许使用水银 应该用酒精的 或者是这个热电藕的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采用的是三角形 你看三角形 我们给大家放了这个示意图 这个是星形的 手尾相连 你看W1U1V1是在一起的 这个一看 一看就是末端相连 这是星形的 而像这种的 就你的1跟我的2在一起的 这种就是围绕成一个三角形 这道题就是实操题了 其实这个算去年 极少的有水平的一道题之一 剩下大部分都是基础题 好 我们看一下 尖利叫停的原因 是采用了水银温度计测量 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应该采用酒精 温度计 电阻温度计 和温差热电欧 好 这是这部分的内容 你看 确确实实 是我们的 按理题的重在区 变压器和电动机 都很爱考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得下点功夫 多背一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